歡迎回到台灣大搜索 來看到發燒話題 因為這幾年發生了 隨機殺人案 有許多的設法學防身 而其中少林武功也跟著騙他 很多人都找上了他 他叫林盛傑 是台灣第一位少林寺弟子 聯名模林志玲 一人張奉書的小孩 都親自的登門學歷 而他最拿手的絕技就是鐵頭弓 到底遇到的危險的狀況 該如何自救 林盛傑要教你幾招 很多人看到我在練功 可能會覺得那是一件 很可怕的事 1 2 3 我覺得好像我是我們雞胞胞車 我人飛出去的那種感覺 對 都是天啊 而且安全把本來是帶住 現在是整個卡到我頭裡面去了 有需要把棍子打斷嗎 看你的本事 我會不會自己震到手很痛 不會吧 你這樣子 你對我們的 對我太仁恥了 OK 這很硬 而且很重耶 你爸媽看到他會不會哭啊 我在練的時候比較想哭 要學成這鐵頭弓 可得下過一番苦工 不只每天用木塊鐵板 打偷一千多下 還有這一招更狠 這是鐵柏弓 俗名就是上吊弓 專練驚喉 其實一開始我看到我的 就是跟我們一起練 同一門絕技的這些師兄弟在練的時候 我覺得是不是有一點過分 是不是有一點誇張 當我看到 我說有必要練功 練到一個一個去上吊嗎 那時候的反應是 太誇張了 我不練 可是後來 當我開始接觸絕技以後 我才發現 其實那並不是在虐待自己 而是你今天透過一個 讓你的心思沉浸 還有強化肉體 到一個極限的一種訓練方式 另一種極限方式 也許同樣讓你淡戰心驚 因為練功時 他們就正在懸崖邊 每一個武生都經歷過 這樣的練功方式 那我自己曾經就是站在 那個 我站的高度倒沒那麼高 我站的高度是溪谷 那那個高度大概是四層樓高 溪谷上面立的一根柱子 我是站在那根柱子上面 有聽說過 但我沒親眼見過 那摔下溪谷基本上還好 摔下懸崖可能沒救 因為上皇寺那邊的懸崖 真的還滿高的 電視機前觀眾千萬別學 因為他可是有練過 不只有摔下懸崖的風險 師兄弟肩比武還可不送命 在外面的訓練基地裡面 我們大概有將近2000個人 你說嚴重的話 當然可能就是傷及生命 那輕的話 有可能也可能會讓你斷手斷腳 基本上一個月大概 會有因為這種意外死亡 大概兩到三起 這真是拿命在練武 因此他也動了跑跑的面頭 我那個師兄弟他逃走以後 他被抓回來 然後我們那個師傅只問他說 你為什麼要這樣 那他的態度就是 被你抓到了 那你想怎麼樣就怎麼樣 下一秒 宛如電影的場景 在他眼前出現 我那個師傅可能就是 也是一死氣上來 他是揮了他一掌 然後打了 揮了他一掌 然後踢了他一腳 他就大概噴了三公尺 然後就倒在那邊吐息 對 那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看到的時候 我是非常震驚的 雖然最後 師弟的命救了回來 但師傅們沒有因此放過他 他下床之後是 那時候我記得是夏天 用那個棉被把它捆起來 綁著 然後用麻繩 再把它綁好幾圈 然後我們外面有那個旗桿 然後把它伸到旗桿上面 去曬太陽 然後要讓大家知道說 你逃跑的下場是什麼 可是我說這樣也太殘忍了 看到他的遭遇 林勝傑也不敢落跑 在訓練基地受訓一年後 就如願被少林寺選為武僧之一 更成為台灣第一位少林弟子 走 走 帶著小朋友一步一步打拳 他現在是位武術民師 小從一歲大到80多歲的老人家 都是他的學生 我們這一套拳叫武步拳 你們知道誰是志玲姐姐嗎 知道 知道 我不知道 我也知道 志玲姐姐當初 在練武功的時候 他也練過這一套拳 走 走 小朋友打拳打得起敬 當初名模林志玲也曾拜師學藝 我們那時候武生團到台灣 剛好來做一個巡演 我們那時候教他一套 少林寺的連環拳 然後還有就是 一套少林寺的武步拳 什麼感覺嗎 非常的熱 而且肌肉緊繃的感覺 我師兄是下的指令又多又急 所以他就很緊張 他是一個很認真的人 所以那天就這樣連續操練 然後到後面就是 他也真的練成了一套拳法 就短短五個小時內 其實練到真的 覺得自己是滿身汗 我覺得他應該已經快許多了 可是他給我的感覺就是 真的是敬業 林盛傑年紀最小的學生 就是藝人張鳳叔的兒子 他兒子開始學走路的時候 我們常常會碰面 比如說一起聚會 或是吃飯 然後他帶著兒子 我就會帶著他的 他們聊天 我就會帶著他的小孩 然後我就在旁邊訓練他 所以他那時候 就是穿著尿布在紮麻布 所以那時候就發現 我那時候大概一歲吧 大概一歲吧 還是還沒一歲 反正剛才會走路的時候 然後我就會拉拉他的手 當然他聽不懂你的指令 可是會拉拉他的手 比如說去做一些動作 北非出現隨機殺人暗時 引起民眾恐慌 因此不少家常或是小孩 都希望自己能選一套防身術 來提到警覺 像這一陣子 其實我們接到非常多的電 我們平常一天 以前我們大概一天 可能就接了大概 十通電話或八通電話 現在可能就是從小接到完 然後而且來的 都是那種很恐懼的 就是我覺得 我是不是可以給你 學一些什麼招式 然後可以保護我自己的小孩 他一出拳 我還沒有辦法 來不及躲或來不及閃的時候 我最快的反應就是手 來 出拳 架起來 手把他架起來之後 這邊就可以打 架起來之後可以打 然後或者是架起來之後 趕快推 然後我們趕快往另外一個方向走 這是為你爭取時間 你不要覺得你今天架起來之後 然後你可以勤拿 然後把他壓在地上 你們都不是這麼厲害的人 包括我也不是有這麼有把握的人 如果他手上有刀子 你不要去架他 趕快跑 知道嗎 你現在在感受到危險的人 遇到有狀況的時候 感受到危險的人 從哪裡四面八方跑掉 就是不要讓我追到 我現在要從過來 對 第一個 能夠在第一時間 離開危險的地方 才是最好的防身術 林盛傑說 對方手上有武器 你會再多的招數都沒有用 趕快跑 最實際 走 因此課堂上 林盛傑都會訓練小朋友速度 或反應能力 要從基本達根 像現在那麼多人來 打電話來跟我學 我還是很誠實 我還是必須跟大家講 你們現在來學 對於保護你們自己 可能用處不大 可是對於你們 在遇到事情的判斷 或許可以有幫助 林盛傑以自身經驗告訴大家 少林弟子不好當 需要好幾年的功夫養成 因此碰到緊急狀況 連學電影畫面 想要過招攻擊 還是懂得及時脫身 最重要 駅 小朋友 早